最近这几年路跑活动越来越流行了 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共疗也即将要举办第四届的共疗马拉松活动 4月9号当天隆重登场 几乎每年都会吸引三四千人 区长陈文俊也再度邀请大家一起来路跑感受共疗之美 共疗马拉松4月9号即将登场 每年都吸引超过4000名的跑者参加 约路线分为全马、半马及阳光沙滩组 途中可以欣赏山水美景 还可以体验在沙滩上路跑 颇具挑战性千万不能错过 我们共疗马拉松其实最具特色 当然就全马的部分大概旧潮岭隧道 那个整个沿线的自行车道是相当安全的部分 结束当然就不能是靠海边的整个海岸特性 跟我们的旧潮岭隧道里面的特别 很热然后泡到里面出来很凉爽 像吹冷气象是很特别 这个结束以后它再会往山边这边上来 从龙门这边上来 接到双溪这边的渔航这里 到共和大桥又再转回来 我想这样去星辰大概42公里 半马部分大概就比较以海线为主 另外一个叫休闲组的部分大概就6公里 那这样的一个规划规划其实都很有挑战性 就像陈文俊指出这次的路线几乎都是一自行车路线规划 所以人车分离相当安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定要把握今年春天最大自然的马拉松活动 重点是我们共和大桥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的时间点刚好在跑的时间 就是有沙雕的师傅正在做沙雕创作 可以借由这个时间走过我们的黄金沙滩 沙滩的黄金沙 在做沙雕师傅的一个结合艺术的美感 我想对我们整个一个来这边路跑的一个体验 又获得不同的一个感受 确认表示 4月即将登场的共和马拉松赛事 幸运的话还可以边跑边看到一旁火车及时而过的画面 另外进入福隆海水浴场 还可以看到沙雕记的沙雕手正在进行作品 真的是很难得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